2023年新翻动画扫雷 关于林家的天使大人 不知不觉把我灌成了废人 左博2018年连载的小说 截止2022年1月累计发行50万本 2022年1月开始连载改编漫画 主角藤宫中是高中一年学生 搬出家里独自居住 不擅长家务 多数吃饭和和营养饮品当正餐 某天看到同班的天使同学 追名珍咒在雨中独自坐在秋千上 因为放心不下而将自己的雨伞给了他 自己隔天就感冒 刚好住在隔壁的珍咒 过去照顾生病的粥 于是两人开始有了交集 珍咒在照顾粥后 对于他的生活习惯非常看不过眼 特别饭也没有好好吃 于是珍咒开始给他打扫卫生 也帮他每日做晚饭 简单的狗粮番 可是这种倒贴的故事开始有点腻了 而且情节展开也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地方 都是一个宅一个优秀女神 也是以前的落难秀才 遇上富家大小姐一般的套路 原作连载到第八卷 两人在第四卷开始交往 动画改编估计也在这进度左右 动画制作Project Nojo 作画还算可以 就是这监督王丽花 不知道是真有奇人还是谁的马甲 动画看着节奏很慢 情节发展是那种会知道味道的甜 这道贴展开的有点神话 扫雷评分 五分之三 扫雷评价 年纪大了有点宴堂 看着节奏很新变的 解体奏很新变的 新变的